康熙咬牙切齿的声音,老实有些心虚了。 嗯,儿子当不得花马的伤。 康熙冷冷地笑道,哼,当不得。 十四忙小声地说道,花马,师哥小心有加,不是为了逃赏的。 康熙阴森森地扫了十四一眼,十四赶紧晋升了。 老实忙去前一步,拱手说道, 花马,除了之余,儿子还有其他的宝物送上。 八个白了老实一眼,心想,你早说呀。 而康熙呢,则不再抱有什么希望了,说道, 哼,该不会是这盘清水吧? 错了,应该是海水,难道这海水有什么一样啊? 老实忙白了白手。 不是不是,十四忙啦啦啦老实。 哎哟,师哥,到底是什么呀,别卖棺子啦,赶紧说出来,让花马也乐一乐呀。 老实有些为难的说道, 嗯,但是,与水有关。 十四傻眼了,呆呆地看了看老实, 微微地摇了摇头,表示自己爱莫能助。 康熙怒急返校。 哦,合着,这半天,你在逗大家玩呢? 康熙在前行宫内被老实气得两眼直冒火, 而敦俊王府中,齐木格是直接被洪轩给吓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 洪轩忙上前扶起了齐木格。 哦,额娘,没摔着吧你。 齐木格顾不得揉着摔得生疼的屁股, 快步地走到了房门外, 打开了门,四处看了看, 见四处无人,才放心地关好了门。 洪轩笑道, 额娘,你忘了, 我刚才将奴才们给打发得远弯的。 齐木格重新地坐好,说道, 警方隔腔有耳。 你过来,让额娘好好地问问你。 洪轩忙走到了齐木格身边。 额娘,皇马真的是这么说的, 没有让阿玛万寿吉回来, 是为了阿玛好的。 齐木格压低了声音, 就算这是真的, 你又为什么凭空说出这些虎话呀? 齐木格能不吓傻吗? 洪轩一进府, 等齐木格梳洗完毕之后, 问了问安安和三胞胎, 说了些闲话, 就急急忙忙地清场了。 拉着齐木格开始说起了悄悄话。 一来就是, 老师可能是康熙属义的太子人选。 这个消息, 比齐木格知道自己穿越, 还让人震撼呢。 于是, 便直接滑丽丽地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 洪轩好似没有料到齐木格会有这么大的反应, 笑道, 呵呵, 额娘, 我真不是胡说的, 你仔细想一想啊, 黄马法对阿玛是不是与叔叔伯伯们不一样啊? 对我是不是比其他的皇孙要亲厚啊? 黄马法当初可没有天天检查红系的功课, 而且这次万寿节, 齐木格听不下去了, 指了指洪轩的脑袋。 是, 你黄马法带你与旁人是不一样, 可他没有打过你堂兄弟们的屁股。 洪轩红了脸, 就是因为黄马法打了我, 我才明白了黄马法的心思的。 齐木格郁闷地无以复加了。 你别跟我说, 你黄马法在探望你的时候给你透露了什么, 我可告诉你, 这就是典型的打你一巴掌再给你一粒糖。 而且, 你黄马法就和算命先生一样, 尽喜欢说一些魔力两可的话, 一句话能解释出千万种意思来。 额娘, 你仔细地听我说呀, 真的, 我不傻, 没那么容易被黄马法骗的。 你阿玛若是能当太子, 你黄马法就不会让他去旅宋了, 肯定将他留在身边, 教他学习政务。 所以啊, 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, 不管你阿玛暗示你什么, 都是在逗你玩呢。 没有, 黄马法打我板子, 就是想让我明白, 眼下得好好的藏着, 免得被叔叔伯伯们给害了去。 奇木格很生气, 不知道洪轩到底受了什么毒害, 怎么一下成了太傻太天真了呢? 当下语气很不好地说道, 你黄马法就说了这么一句, 你就能给我隐身的没了边儿了, 还真是长出息了。 如果你阿玛当太子, 你就是嫡孙, 那太皇孙十有八九就是你了。 我问你, 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小的时候, 被当皇帝的麻法打过板子啊? 我告诉你, 你黄马法既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打你, 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你能当皇帝。 见洪轩有些发争了, 奇木格继续地说道, 就算你阿玛上了位, 能立你为太子吗? 你可是被你皇马法亲自下旨打了屁股的, 以后朝臣没准就会污蔑你说, 压根就不得皇马法的圣心。 你阿玛若是执意立你, 那就是对你的皇马法大不敬, 你别跟我说你还有三个弟弟, 就冲他们是三胞胎, 这皇位就与他们无缘, 所以你皇马法打你, 让你藏桌, 那就是就事论事的教训你, 没别的意思, 若他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的, 那也是纯粹地逗你玩呢。 洪轩的脑袋有些反应不过来, 努力地思考着没有作声。 奇木格搂过了洪轩叹息道, 傻孩子, 那潭水啊深着呢, 咱们家都是实在人, 没那么多的心眼, 你可千万别把这些没影的事给当真了呀。 紫禁城内涌道上, 霸个无奈地摇摇头, 师弟啊, 明儿早朝你忍着一点, 别出声, 让御史们过过嘴瘾就好了。 十四则有些羞愧地说道, 师哥, 我明儿啊本该上朝帮你一把手的, 可是这回回来的时间实在是有些长了, 西山火星那边正等着我回去拿主意呢, 大炮改良, 就差最后的一道工序了, 我得回去盯着。 十四实在是没有勇气, 在早朝上帮着老师说话, 老师这事办的, 嘿, 真是前无古人, 后无来者呀。 老师垂头丧气地点点头, 显得非常地沮丧, 老师没法不沮丧啊, 他可是被康熙给踹出前行攻打, 院子里的太监可全都瞧见了。 当时虽然康熙对老师献的第二个宝物, 已经全然地不抱希望了, 但着实没有料到, 老师竟然支支呜呜地说道, 这宝物其实不是个物件, 就是个法子, 不是海水, 但与这也有些关系。 康熙沉出气说道, 别磨磨蹭蹭的, 这还有事, 没工夫和你在这耗下去。 于是, 在场的众人便听见老师轻声地说道, 儿子是给花阿玛献一个养生的法子, 那个, 那个, 就是, 海水浴。 老师的兄弟们一听啊, 忙看见了康熙, 希望康熙便直接给气死了, 遗嘱还没立呢, 那么大的家业还没有选出继承人呢。 康熙已经给气的, 神经不正常了, 哈哈哈哈, 仰天大笑了三声, 然后才脸着脸冷冷地说道, 原来你献的不是海水, 是海水浴啊, 来来来, 给神说说,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啊? 老师硬着头皮说道, 这海水呢指的是水, 这海水浴呢是一个养生的法子, 别看这两者只是一字之差, 这个呢一个指的是东西, 一个指的是法子, 风牛马不相及的。 见老师越解释越糊涂, 八个忙轻轻地拉拉拉老师提醒道, 师弟, 说说海水浴怎么个养生法? 老师也转过弯来了, 忙说道, 嗯, 这要是在海里泡个澡呢, 可比在温泉里舒服多了, 泡上一小会儿就神清气爽的, 走路都带着风呢。 三阿哥插话道, 就算如你所说, 你在信里写完送回经不就行了吗? 干嘛非要违反纪律跑回来呀? 老师解释道, 这法子我一直没想到, 在护送这条鱼的途中, 受他的启发才想起来的。 三阿哥轻声地笑道, 哼, 什么启发你的? 老师说道, 我见他在海水里游得特别地畅会儿, 就琢磨着, 若是他能入到了黄阿玛的法眼, 定会养在宫里, 可是京城里上哪儿去找海水呀? 我就问士兵, 若是河水里放盐, 这鱼能不能活呀? 士兵也不知道, 但却说, 就算是淡水加了盐, 也肯定与海水不一样, 泡海水澡那么舒服, 怎么却没有听说贵人在盐水里泡澡呢? 三阿哥又说道, 不对呀, 谁知道这海水澡泡得舒服不舒服呀? 十阿哥猛地拍了一下三阿哥肩膀, 如同找到了枝蝇一般, 是啊, 就是大伙都不知道啊, 听见康熙冷哼的一声, 老师盲小心地说道, 我听他这么一说呀, 也仔细地问了问, 听他将海水浴说得天花乱坠的, 便有些不相信了, 但后来仔细地想了想, 好像这海水还真的有强身健体的作用, 玉儿他们三个小的前段时间到过旅送, 我经常带着他们到码头上去掌掌见识, 这三个小的淘气得要紧, 一不留神就跑到海边里玩去了, 当然, 冰冰们都将他们给围起来, 海水冲不走他们的, 十四无奈地摇摇头, 心想, 十哥, 你真糊涂啊, 这个时节, 有谁想知道孩子们下海安全不安全的呀? 老师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点, 很快地回到了正体, 他们每次只要是得逞了, 下海泡一会儿, 上岸后啊, 蹭蹭蹭地就能一口气爬上岸边的椰子树, 以前呢, 他们都得在半中间停下来喘口气的。 大家伙的脑海里, 顿时出现了康熙手脚并用的爬树的场景, 都赶忙地埋头闷笑了起来, 康熙咬牙道, 你就没下海泡泡吗? 老师盲解释的, 儿子以前在前山寨的时候, 为了学泡水, 也在海上待过, 不过那个时节只是觉得, 老师本想说, 觉得浑身像颜扎了似的, 一点也不舒服, 还得再沐浴, 麻烦得很。 但这话哪能说呀, 因此老师便撒了个谎。 儿子当时只是一心想去泡水, 没想别的, 所以没什么感觉, 后来到了吕宋, 也没下海泡过。 当想明白了海水域的妙处时, 又在大海上紧急地赶路, 来到了天津, 也没有时间去好好地体验一下。 不过花马, 儿子认真地回想过, 这东西啊, 对育儿他们三个真的有效。 他们玩水后, 这饭也吃得多了, 脚也睡得好了, 连哭声都比往常大了许多, 有次将全村的人都给吵醒了, 村民还以为天地会的逆贼姿势呢, 纷纷拿起了锄头朝我的宅子干来。 老师似真似假地编着瞎话, 毕竟那次事件连兵营都给惊动了, 老师肯定会接到报告, 此时这么一听啊, 应该不会怀疑海水浴的真伪了。 康熙是信了, 不过信了之后, 所做出的反应似乎出乎了老师的意料。 康熙微微地站了起来, 慢慢地走到了老师的面前, 笑眯眯地围着老师绕了好几圈, 只看到老师头皮发麻, 老师想了想, 忙低头说道, 嗯, 花马, 儿子此次叫人带了好几桶的海水, 要不您先试试, 保管明天一早, 不想话还没说完呢, 康熙抬腿就给他屁股上一脚, 咬牙说了一声, 滚。 康熙听到老师的话, 自动就想起了下一句, 保管明天一早, 嚎一嗓子, 整个紫禁城都能听见。 见老师还想解释, 康熙一气合成来了个连环腿, 直接将老师踢到了钱庆宫的院子里, 要不是老师跑得快, 康熙还打算再接再厉, 将老师踢出院门呢? 不过就这样, 康熙的心里总算是舒服了一些, 心想着, 哼, 看来不用掩水浴, 震的身体也不错呀。 而老师则为了这场退场方式, 而郁闷不已, 一个人闷着头朝前走, 也没有去看路, 因此道教随后跟来的八个和十字, 一阵的号召, 在太监的指引下, 总算是在阿哥索的附近的永道上, 追上了老师。 这阁脸儿也没说安慰安慰老师, 八个就直接建议老师, 明天早朝的时候当个哑巴。 十四则是对自己不得不回西山火气营, 表示了歉意。 此时此景, 让老师是分外地想念九阿哥, 心想若九阿哥在, 可该多好啊。 十四哪知道老师的心理活动啊? 见反正老师走到了阿哥索了, 便拉住了老师, 对八个说道, 八个你去忙你的吧, 我好好劝劝师哥。 八个想了想点了点头, 轻轻地拍了拍老师的肩膀。 十四弟, 你都是领兵在外的人了, 别再胡闹了。 然后又对十四说道, 十四弟啊, 老你多费心了, 表现得他多关心老师似的。 等八个走后, 十四忙将老师往自己的住所里请。 师哥, 到我屋里坐坐, 咱俩好生地去去, 老师咬了头, 不了, 我得赶紧回府呢。 十四拉了几次, 老师就是不去, 两个人在永道里拉拉扯扯了好几回, 谁也没说服谁, 倒叫过往的太监摩摩们, 看了个稀奇。 终于, 十四不再坚持了, 说道, 师哥, 其实我真想跟你说件事。 老师失笑了, 早说呀, 什么事, 火炮的事啊。 十四四瞎看了看, 见四周没人, 才凑到了老师的耳边。 嗯, 呼和死了, 老师呕了一声, 没反应过来, 呼和是谁, 茫然地看着十四。 十四有些不大高兴了, 心想, 老师对亲戚也太漠不关心了吧, 竟然连呼和是谁都不记得了, 又观察了一下四周, 再次地靠近了老师的耳边, 轻声地说道, 阿入诺的夫婿, 你的莲金呢。 老师张大了嘴巴, 他当然知道阿入诺的夫婿是呼和了, 可压根没想过, 将之与十四口中的呼和联系起来, 毕竟呼和与十四阿哥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。 听十四这么一说, 盲问道, 真的假的? 什么时候的事啊? 我怎么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? 这聪明的多了, 不见得是同一个人的。 嘘, 师哥, 你小声一些, 这是假不了, 洪轩说的。 呼和死了的消息虽然很震惊, 但老师与呼和没什么深厚的交情, 因此并不伤心, 所以老师没表现出悲痛的情绪来, 只是有些惊讶。 哎呀, 这好端端的, 怎么突然就没了呢? 诗四有些不满, 笑声地说道, 诗哥, 这人都死了, 你还究竟死因干嘛呀? 多想想活人吧, 阿入诺可是你的小姨子, 他年少丧父, 多可怜啊, 你这个当姐夫的, 可不能不管。 老师的神色依旧没变, 点了点头说道, 嗯, 我知道了, 谢谢十四弟的提醒。 十四更不满了, 诗哥, 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呀? 阿入诺来过经历, 老师也觉得这个小姨子不错, 是个爽利人, 但毕竟接触不多, 让老师如感同身兽般地表现出了一脸的哀色, 就是在奇木格的面前, 老师也装不出来呀, 因此当下便给十四顶了回去说道, 你都说了, 他是我的小姨子, 又不是我的福建, 我为他哀怨怨怨的像话吗? 十四急得直跺脚, 诗哥, 你小声一点, 小声一点, 别让别人听了去, 这事儿有什么好瞒的呀? 诗哥, 我求你了,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? 十四当然着急了, 生怕老师大声一嚷嚷, 前进宫内的康熙便得了信, 要知道呼和的爹还没有向朝廷请封世子呢? 呼和一帮兄弟在蒙古虽然贵为小王爷, 但却不是朝廷承认的官爵, 因此呼和的死讯并不会上报到康熙这个大老板处, 至多也就是李帆院得了个信。 十四一直记得自己当初被康熙提前遣送回京的事, 生怕自己这个精明的爹察觉到了什么, 直接出手将自己这个念想给掐断了, 因此见老师的嗓门大了起来, 懊恼得不得了, 早知道该先硬拖着老师去自己屋里好了。 老师自然不明白十四为何是如此的态度, 但他心里有事儿, 也没有工夫和十四做过多的纠缠, 只想着赶紧回府还不知道齐木格知不知道这个消息呢。 因此老师便说道, 多谢十四弟相告了, 那我先回府了。